在新北市有賣賞老骨的工具沒有電腿 很多老伙的人都只能夠走路推 不過新北市有推動工具多設電腿 想坐360萬的補助之後 有很多社區的老大人出入 都有電腿躺好坐 真方便 生活一困頭走去三樓 不過老骨要跟一半就穿匹配 在新北市像這樣沒有電腿的老骨的工具 有這麼多 讓這麼多老人的黑網 然後積極來推動 新北市政府的電腿鐵塊車方向 提供五樓以下公務保障相關200萬 加上安工市場將做堅定 總共最高360萬 我們起先以為電費很貴 我們都很擔心 可是後來發現 因為現在隨著科技的進步 這個電梯的電費並不高 以我們這個社區來講 我們這個梯一戶一個月 大概才增加了差不多50塊錢左右 美洲人煩惱老骨公具重逢不好 而且是地方不夠大 沒有空間設電腿 即便你有足夠的空間 可是一般都被一樓占用 所以在土地同意書方面 一樓可能他就不願意蓋贓 然後再來就是說 費用的分攤 因為整個費用 可能會一樓層下去平均分攤 外牆一透明景觀電梯做圍幕 新北市場透過 提款保障壓度增加誘因 讓大人更加管理出錢設定費 出錢更加方便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